西元前3000年左右,法老米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 虽然众说纷纭,但米尼斯应该是和代表愤怒年鱼之一的纳尔迈是同一个人 这块石板是个调色板,用来调和护眼化妆品,以避免被太阳灼伤 从尺寸上来看,也可能是用在装饰或祭祀仪式上 调色板上方的两侧是长脚母牛 是保护法老的哈索尔女神 中间是一个宫殿的正面图案 里面有一只鱼和一把枣子 在象形文字中代表愤怒年鱼,即纳尔迈的意思 占据了石板中央,大部分面积的是带着上埃及王冠的纳尔迈 他一手揪住下埃及王的卷发 另一只手挥舞权杖,做击打妆 在他的身后像是一个提着法老鞋子的侍从 右边是损投人身的太阳神赫鲁斯 正拉扯着缠绕在俘虏脖子上的粗手 赫鲁斯就象征着纳尔迈 俘虏的背上长着造纸用的纸沙草 当时的下埃及正是造纸原料纸沙草的主要产地 调色板的下方有两名俘虏正仓皇逃跑 这块调色板可以看成是为了记录 夸耀、纳尔迈成为统一上下埃及的初代法老所制作的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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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